大家好,很多新手花有养发财树的时候 别说把这个发财树养好了 就是养活都是非常困难 其实发财树要想养活养好了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好三关就足够了 首先第一关就是选棚棚 养发财树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能够选太大的棚 因为发财树的根特别弱 如果我们选太大的棚 棚土长丝栏杆的特别容易造成烂根 所以我们一般的话选的这个棚 大概比发财树的净杆稍微宽一点就可以了 就像我这种一样 如果你想要用大棚的话 一定要用这种控根棚透气性非常好的棚才行 第二关就是施肥棚 给发财树用肥 最好就是不要给它在盆土里面使用一些有机肥 盆土里面使用有机肥 特别容易置身一些病菌 那么这个病菌过多 再加上如果我们浇水不当导致发财树烂根 那么就很容易根腐进腐 所以发财树用肥啊 我们可以用一些这种通用型的营养液 或者是花多多一号这一类的这个塑效肥 但是呢一定要注意不能够采用根湿的方式 最好就是采用叶面喷湿的方式 这样的话呢更为安全也不会伤根 第三关呢就是浇水关 发财树的根特别弱 我们浇水一定要严格执行干透焦透的方法 如果你不知道盆土是否有干透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由于一根竹签插进盆土底部 等到你想要浇水的时候拔出来看一下 是否还带有力是否是已经干透 然后我们再来浇水 平时呢也可以经常给它页面喷洒水物来增加湿度 这样呢这个发财树啊不仅不容易烂根还长得旺 新手养发财树拔好这三关呢就非常关键了 只要你把握好了发财树养活是非常容易的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